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H1B签证申请和绿卡 那么我们知道呢,很快又是一年一度的H1B抽签要开始了 那么根据移民局宣布呢 今年2023年H1B的抽签呢 是从3月1号开始到3月17号结束 所以呢,如果你准备办理H1B 那么需要抓住机会啊,及时开始这个注册 那我们大家知道呢,这个注册和后续的申请是两个步骤 注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然后呢,注册以后,抽签抽到以后才需要后续的手续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讲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呢,H1B申请本身流程注意事项重点 第二呢,讲一下H1B工作签证和其他的签证身份以及绿卡之间的关系 第三呢,如果H1B抽签没有抽到的话 有什么样其他的backup alternative 其他的办法可以在美国继续工作或者保持合法身份 那我们先讲呢,H1B申请的流程注意事项重点这方面 前面提到了呢,H1B申请从三月里开始啊 那要不要错过这个抽签的机会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一个人呢可以有不止一次的抽签机会 具体来说呢,如果说有不止一家公司雇主同意为你办理H1B 你就可以增加这个抽签抽中的机会啊 这个是符合规定的 那么抽签抽到以后呢,民局会进行后面的审理 那从这方面来说呢,需要申请人做的呢 这个需要一个专业工作 举例来说,比如说会计工作就是专业工作 要本科以上的学位 那么出纳工作一般就不是 所以呢,那这个不是任何的工作都能够支持H1B的申请 需要这个职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啊 这样的专业工作 而且呢,这个学历需要和你这个职位要对口 比如说,我有法律的学位 我也有science的学位啊 我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 那么是可以的 如果这是一个会计工作 然后呢,要我去做,办法就不行了 那这个学位呢,不见得要一一对应 但是至少呢,要和你过去的 要么是学历,要么是工作经验 要么是上过的课程 需要对应 关于H1B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呢,雇主需要付这个prevailing wage 这一点呢,至于具体是多少 这个和工作职位的名称和地点都有关 可以相应的查询 然后呢,来准备 那这个是关于H1B 我们知道呢,如果是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啊,等等这些组织呢,可以是不受这个限制 不用筹签 那么其他地方呢,一般都需要筹签 这个H1B抽到以后,批准以后呢,要到10月才生效 如果说要换股主的话,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在这个H1B10月1号生效以后过一段时间再考虑换工作 如果此前换工作,比如说A公司为你办理H1B抽签抽到了 但是你此前已经换到了B公司工作 那么这个H1B呢,很可能就不能再用 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cap gap的问题 如果说你OPT在H1B抽签以后才过期 OPT可以自动延期,一直到H1B生效为止 如果你的H1B抽到了,然后后来批准了的话 关于H1B申请呢,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我们律所呢,为很多申请人每年都取得了H1B的批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关于H1B签证和绿卡以及身份 还有其他签证的这个关系 H1B签证呢,当然是中国留学生、博士后、访问学者 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选项 很多人呢,先通过H1B,然后拿到的绿卡 但是总体来说呢,工作签证和这个绿卡的之间 并没有一个充分或者必要的条件 或者说呢,既非充分也非必要啊 我自己就没有拿过H1B签证 我毕业以后呢,用到OPT,然后呢,取得了NIW的批准 后来呢,通过NIW提交了485,然后拿到了绿卡 那我们律所的很多同事以及我们的很多客户啊,也都像这样 并没有用H1B就拿到的绿卡 那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呢,出生在中国的人每年拿到的新的H1B签证数量大概有1万多 另一方面呢,拿到的绿卡总数呢,一般有7万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H1B工作签证才能拿到绿卡 从另一方面呢,办雇主支持的PERM绿卡 和H1B一样都需要来雇主的support 但是呢,一样的并不是说你要入职 或者你要有H1B,然后他才能给你办 PERM或者说EB1B这样的绿卡的申请 只要雇主同意啊,任何时候在拿到H1B以前也可以为你办理这些方面的绿卡 就像前面提到的H1B绿卡之间啊,并不是一个pre-requisite 它们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那最后呢,我们讲一下,如果没有拿到H1B签证啊 万一抽签没有抽到,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批准 那么有什么样的alternative,什么样的办法 这里面呢,有若干的办法,我们在这里举一些例子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第一呢,如果你是科研人员或者是演艺界的人才 那么可以考虑办理O1签证 那我们有很多客户是这样的 O1同样需要雇主支持 但是呢,不需要抽签啊 也没有一个prevading wage的问题 那么O1的限制在哪里呢? 一般呢,O1A是对于科研人员的啊 O1B呢,是对于演艺界人士的 那你需要符合这方面的条件 其他的呢,我们知道没有一些人可以用CPT来工作 这个也是允许的 那么在OPT期间呢 在regular OPT期间,你可以做unpaid job STEM OPT呢,需要是paid job 而且呢,也要求,都要求和专业相关 那么此前呢,有一些人做了OPT挂靠来遇到问题 这个我们也有其他的文章和视频讲到 我们怎样帮助这样的客户解决了问题 那这个作为一个教训嘛 大家不应该考虑这种挂靠 那么实际上呢,尤其是regular OPT 因为可以是unpaid的啊 那可以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volunteering的工作 但是需要和你的专业相关 除了这些以外呢,像前面提到啊 如果说申请人提交了140或者130的申请啊 并且依据这样的职业移民或者亲属移民提交来485 那么也可以,交了485以后呢 不需要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另外呢,也可以使用基于485的EAD来工作 但是需要注意呢 那么现在EB1类别有一些时间的排期 NiW有几年的排期 其他类别的职业移民 大多数有这个排期 亲属移民呢,除了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以外 或者绿卡的却有人的配偶以外 也需要有排期,需要提前的规划 那除此以外呢 当然还有的人可以办这个L1签证啊 跨国公司的经理或者工作人员 这个往往需要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可以办L1B 可以把你暂时先安排在美国境外来工作 那另外呢,像L1A呢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 如果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这方面呢,都不一定要是大公司 但是呢,你需要对于公司的决策 能够有相当的影响力 像这样,这也是一个选项 最后呢,还有这叫Concurrent H1B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毕业了 我找到一个公司的工作 但是呢,这个需要抽签 那同时呢,还找到有的大学的工作 学校里的这个工作呢,可以不用抽签 那我通过学校给我办理H1B工作签证 然后呢,我还可以兼职在公司里面办这个Concurrent H1B 你同时可以做两份工作 只要雇主同意就可以 那这样呢,本来需要抽签的H1B 因为你已经有不用抽签的工作签证了 你在外面做这个公司的本来需要抽签的H1B工作 也就可以免掉抽签 这个叫Concurrent H1B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那我们讲了三方面的内容 可以参加我们的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 还有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的这些内容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讲了H1B申请和绿卡身份的关系 还有呢,如果H1B抽签没有抽到 有什么样的alternity 其他的办法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